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有关系吗 那没关系吧 这是事关公众利益的最近的重大课题 你们都不关心啊 就是说没让我们公民知情 没告知我们公民就给我们照X光 若光子是吧 徐老师你看你研究语文的 我最近确实发现了 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东西 就是你看孔子就讲啊 寻名则实就必也正名乎 中国的很多某种利益集团 或者某种别有用心的人 当他要想欺骗你的时候 他另立一个名字 你比如说 X光就是X光嘛 但是呢 他要说机场安检 我给你照X光 你们恐慌吧 恐慌你不去检讨 到底该怎么改善 或者让公民充分讨论 他不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 改个名字就好办 叫若光子人体安检仪 对老子也他也插地说说 名可名非常名的时候 他就解释说 就是一样的东西 可能叫两个名字 不一样东西 可能叫一个名字 就是你看 很多事你发现没有 咱就是所谓换汤不换药 咱们讲 关键看是说法是什么 改个名字 就把你给蒙了 你就可以坦然的 每天透视坐飞机 你说这叫什么 但是 当然咱说远了 咱说说最近的事 前两天 前两天 我突然来了雅兴 那不是在香港吗 我说上那个 长州岛上 骑自营车去 在香港有很多礼仪岛 你知道吗 好 我到这个中华码头 买了票 做了半个小时的船 到了长州岛 然后在那 我站了大约有三分钟左右 回头买了票 就回了康岛 人太多了 我才想起来 是10月2号 你知道 是香港人多 还是内地人多 你能听到 我国各省的口音 都到长州岛去 就是这个内地游客 谁说的内地客不来了 全国都把离岛 你知道 他这个过去离岛 好玩的地方 你可以租个自行车吧 沿着这个岛 这个路吗 那不是一个烧炭的圣地吗 我现在知道了 怪不得那些记者 就出租屋 那个自杀 对 殉情 对 还有吃海鲜 但是你就知道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因为人多 旅游质量 可以遭到一个什么样 首先呢 那个可以骑自行车 过去的这个道路 全是堆满了人 然后天气又热 然后沿海边吃海鲜的 这个大排档啊 密密麻麻 全是 你知道吗 你当 我现在就发现 当人太多的时候 最好玩的 你看着他们吃满桌子的菜 你都觉得做藕 就这种什么赖尿虾 你就觉得跟尿似的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人多了 就会造成这么恶心的一个体验 我刚听你这么说 我想 怪不得那些记者说 是来香港的旅游客少了吗 是因为什么呢 他们都去数那些 就那个名店门口 去排队的人 原来大家现在 不是去名店门口了 原来是跑到 这个 这个腹地 对 去岛上去了 因为我看有个报道嘛 他就说 那个记者就是在门口数嘛 说以前那些 什么姑奇啊 那个闲大门口都排很多人 现在说只有几个人在排队 然后问那个人 他说他从深圳过来的话 说过往 就是这个国庆节啊 得排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才能过关 说今天十分钟就过了 但可能是大家 从不同地方来 然后都去离岛那些地方 纵深的开发了 这说明香港 跟这个祖国大陆的感情深了 对 内地来的游客的水平也高了 以前呢 都是只知道 要么买奶粉 要么买名牌 对不对 好像内地客到香港 主要就是买东西 你看现在不买东西 现在可以攻陷 游三碗水 而且去到的是一些 有地方特色的地方 不只是到太平山上 随便看一看 对不对 好事情 是好事情 这一件事情 从两个角度看 这就是好事情 是啊 但是问题在于 我现在就觉得 我是忘了 可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那些没忘的 就是这个旅游啊 你说哎 这是中国人民也很无奈 什么国庆假期 你不这个时候出去玩 别的时候可能也要上班 可是我觉得又何必一定要去玩 这是我挺难理解 你可以看看一些图片 就是说国庆这个这个假期啊 这是南京出城的车 他们说跟那个电脑编码似的 然后你再看 这个好 你看 手机率啊 人家就一眼看到 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 自数高 没有人加三 再看 有一辆车就斜着 哦 这就是四川这个熊猫基地 著名的熊猫看人 现在就是熊猫已经不是风景了 熊猫前边的人山人海 你再看 你瞧 这是熊猫看到的人群 来看 你再往下看 好 已经开始翻越栅栏了 做出了类似熊猫的举止啊 然后你再看 这个是哪 哎 这儿到旅游降温了 所以说他们也不是说完全不选择 刚刚台风过境之后的厦门 旅游客人数骤然减少 但是既然去了怎么办呢 那这种情况下 他也要游泳 你看 这这旅游的心情啊 这叫望洋星探嘛 被台风吹的 满海里都是垃圾 但是呢 人们还是要玩 你再往下看 你瞧还是要游 反正来了 对吧 哪怕都这样了 我也要游 鼓浪鱼很多大树倒了 很可惜 你瞧 咱们还可以照相 天涯无处不风光啊 你再往下看 哎 这个你看 这人流如之 你再看 呃 这三张啊 你看排队 好家多 但是这个却不是为了旅游 这是在山东济南 这两天呢 你再往下看 买房 哇 一号买房的 这个人头涌涌 都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这个买房都是疯了 我看到有一些那个视频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刚刚开门 结果人就挤进来 把门给挤破了 把保安就压在那个门板下面 然后鞋都掉了 完了本来人家还请了一些什么 那个外国的模特 本来想走走秀 就是想有点人气 根本不用 一下子全卖光了 那些模特回家了 哎 怎么这么能买 怎么就是咱们 最近长得厉害呀 长得厉害呀 其实大家都在赌 就是说你买的那个时候 跟你卖出的那 那个时间点能不能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不会永远是深的嘛 对吧 总有一天 这种情况会不能持续 但你买的这段时间 能不能就是赶号是翻 就是翻的时候嘛 你讲的总有一天会跌 不可能永远持续 那都是资本主义的规律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 对对对对中国的情况 是有点不一样 中国特色的这个 这个社会主义 所以97年房改以来 房价就一直是往上的 是的 只是上的快点 上的慢一点 对不对 对 所以从这个历史的经验来看 很多人就大胆的在买 那不是说明 买房子永远是在 社会主义的中国 永远是好的投资吗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嗯 从1997到现在 将来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按那个马克思分析的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 那他肯定是波朗 那个香港也是 但是我们从97到现在 至少将近20年了 他一直在往上 是的 而且那么多人排队 就说明他们对 我们社会主义的房产事业 充满了信心 这就你从这个例子说明啊 就说中国人民和世界上 各个地方的人一样 就他的投资的行为是理性的 嗯 不是 不能这样说 我是理性的 但是理由不一样 他跟世界上各地的人不一样 世界上各地的人 他投资的时候 就像他的说法 他们是在看一个 一个circle 是看一个周期 而中国没有出现过周期 所以他们是直线的在相信 而且呢 他们 大部分是两种理由 老百姓呢 就是说大家买 我都买 总不见得大家都是傻子吧 那专家的理由是 房价的身是跟货币有关 而货币在中国是可控的 他不完全被市场可控 他有时候是被政治所扣 所以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 所以这两条都在 可是就是说 我跟你从这插开一个话题 就是说 大家都买 我都买 这是对的 可是你看 要是要说到这个旅游 这个国庆这个小长假 大家都去 我也去 最后大家就变成傻子 对 但是很多人没有选择 但道理是一个道理啊 道理是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你这么多人挤在一起 我中秋那天 开车去深圳 过关就排了一个小时 就是下午的时候 但是我10月2号 我去啊 我一辆车都没有 就过关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过了 你看人家要走的时候 都是30号就走 或者怎么样 就到2号这一天 就没有香港人 开车去深圳了 所以说 你看那个南京那个路 你要这是一个时间段 你如果换一个时间段 或者换一个什么时间 很可能就非常空 你知道我看那个网上的照片 就说那个前两天 四川乐山那个大佛呀 排四个小时的队 才刚看见大佛的耳朵 你就就 但我总觉得 为什么还要去呢 我挺不理解这样的 其实刚才说到 中国人他买房 跟我觉得跟 跟别的国家人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说他理性 或者是非理性 我觉得人的行为 是跟记忆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这 这30多年 他一直在涨嘛 你的记忆当中 没有过他崩溃的 没有30多年 就20年 对20年 就是说他没有过 他一下子跌 或者这样的这个周期 所以他的这个记忆 支持他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讲旅游的话 其实我们的记忆 每一年到这个时候 都呈现这个状态 但是我就相信说 如果对人的记忆来去支配 就经验去支配的话 他就大家会想办法避开 可是问题是 很多人他没有选择 我就这点假期啊 我待在家里干什么呢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糟糕的体验 还不如待在家里 那是你的想法 那很多人他比如说 他有小孩 或者是他有家人 那出去看看 总比呆坐在家里 两个理由 一个就是说 我只有这些天有空 我平常天天上下班 在四环上来来去去 那我正好有这几天有空 我家里的人就 怎么着也得离开北京 怎么着也得离开上海 去往更紧的地方 对不对 往更紧的 那么大家都这样 近往一处死 汗往一处流 那车就往一处去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人内心啊 还是喜欢热闹 到一个地方 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 我和你一样 我理智上非常希望安静 我觉得安静是一种beauty 就是说有时候 半夜走掉条路 白天非常热闹 突然有一天 你什么机会 正好半夜 我又是看急诊出来 迷顿到一个人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街道非常美 但是我也碰到我这样的情况 我开车找到一个旅游点 跑到那里 什么人都没有 我觉得好失望 我觉得 这是不是这个旅游点 前面有个旅游吧 我放心了 这是个旅游点 一个人呢 有这么两重的 徐老师讲的有道理 就是咱们都是中国人 我至少觉得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 他出去玩 他是要热闹的 他喜欢热闹 对吧 这个声音鼎沸 甚至是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以军说说 我就说 就在英文里面 其实没有热闹这个词 没有这个现成的词 是吗 然后我也问过他们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翻译 中国人这个热闹 你该怎么翻呢 我这有个词是什么 CROW 你那个是拥挤吗 就人多 Lifely 对他们说是 第一是noisy 是吵 第二是lifely 他或者是vividly 就是有这个生命的 生动的 生机勃勃的东西在里面 物吵又生机勃勃 那到底是个好词 还是个坏词 在英文里面就是 你热闹两个 一拆开来 热 hot 这个非常好的 当然了 你说这个地方 hit night还是好的 闹绝对是个不好的词 那你lifely vividly 他就是好啊 生机勃勃 lifely就是有人气 就是简单的讲 有人气 但没有像我们那么 看这种热闹 我们这个热闹 这个字是非常 非常非常那个 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 想避开 我是很久以来 我觉得那个 有个小说 不叫北京折叠吗 它是讲阶级矛盾 它打的科幻的名义 实际上是讲阶级矛盾 得了一国奖 还用了北京的符号 这个按我的说法 这是西方要么化 但是它里边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概念 它说这个 这个空间的折叠嘛 它说是时间的占有嘛 其实人就是一个 我们在空间 没法赶掉别人的 我们在空间避不开 因为这个空间 它也太 只有时间上躲开 就是我 我仔细想来想去 就是我们只有在 时间上躲开 最好的办法 就是半夜散步 就是很多工作 你想那画面就恐怖 世界上有两种人 是不跟大家 争同一时间的 一种就是垃圾工人 还位工人 送菜的 他们在早上四五点的时候 就起来工作了 送牛奶的 还有一种就是像 鲁迅啊 毛泽东啊这样 他们在写东西 就写到这个时候 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 我常常当然希望 做做做一个 我就是 喜欢半夜写东西 而且我觉得 再吵的地方 再不好的地方 你只要半夜去 就很美好 哎 但是但是有一次 我也是半夜写东西 我住在一个家族花园 走出来 我在外面散步 结果他有一个 儿童玩的游乐场 然后我这个 一路在想 构思 我就坐在那个滑梯上 结果后面突然发现 站了两个尼泊尔的人 他们是那种 一言来英军的雇佣兵 啊 巨喀兵 然后他们被这个小区 拿来做保安的 他们看到有个男人 穿了寒山短裤 半夜四点多钟 坐在滑梯上 他们以为我是 后边看着你 他们以为我是偷渡客 或者什么 强盗 所以这是跟人家不同时间 也很难 人家不说你神经病 就蛮好的 这是两种性格 我觉得我身边朋友啊 两种性格的人都有 那边有的朋友啊 我甚至认为 他是活得生机勃勃呀 就这种人啊 我甚至觉得 他不能一个人待着 我有的朋友是那样 他到任何一个城市 我都奇怪了 我说香港是我的城市 他到香港 他招呼的人比我还多 就是他根本没法 一个人待着 有的人就是兴透 热闹 这一定就 来来来来 这种人 感召力又极强 这是一种性格 但是你想 我可能属于另一种性格 就是你说这俩字啊 我是毕之 我一看我就 就是生理上的 你看一个热 我最怕热 二再一个闹 我的娘啊 你知道吗 什么地方要 既热且闹 你知道吗 我就像我这次去长洲一样 我站三分钟 买船票我就走 我一分钟都不能跟你们 共存亡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呢 像我就会觉得 比如走在东京的街上 哎呦 你知道吗 有一种性格的人呢 他不但是要招呼人 他喜欢热闹 甚至他也喜欢成为别人注意的中心 我就发现这日本人挺逗的 你在他街上走啊 虽然也有行人 但是你感觉啊 他唯恐看见你 就是他为他就是他为他就是他为他不但不希望你注意到他 而且他还唯恐让自己注意到你 哎呦 那么一个你幽灵一样的城市 可是你也觉得很好 哎 这这这他就是在这散步啊 甚至有时候有点 有人觉得有点凄轻 甚至有种性格的人觉得那有点鬼欲 鬼城 你知道吗 就是就幽灵一样的感觉 可是你看这也是一种性格的人 哎 我就有一次就听一个人讲嘛 就说 哎 喜欢在香港大排档吃饭 说说是有这个唐朝人的一种 一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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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 就是 世生喧闹 但是呢 有一种市井气 有些人也喜欢这个调调 我不知道 但是香港人其实也挺避免跟你直接目光接触的 香港人其实也 我觉得他们骨子里面也还是挺内向的 但是他还是喜欢热闹 但是香港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一个发现就是餐馆里面很少有人喝酒的 你去大排档可能不一样 就一般的餐馆 不像就是在国内什么小餐馆 只要只要几个男的或者是怎么样坐在一起 大家就开始喝酒抽烟 香港很少有人喝酒 因为一喝酒你不就有那个热闹的气氛吗 大家可以就是借酒发一点情绪 香港基本上也是一个情绪蛮蛮内容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我想起闹与静啊 我昨天我的一个朋友 是一个著名的收藏家 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 他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一个餐馆吃饭 他就吃吃饭 他说几个一听东北口音 当然这不是说 东北口音的人就怎么样 只是他确实碰到的是东北口音 他说有89个男女 就来了就坐坐坐在旁边桌上 然后他说吃了一会饭之后 他就不想听这个闹的声音 但是他突然一回头 人不见了 然后他就问他老婆 说这89个人去哪了 然后他老婆就是说 这89个在这儿要了钱菜 喝了点茶 然后觉得太贵了 敲目声的走了 他说怎么他们走的时候 是这样像猫一样 我一点都没注意到 就淘丹就说他太贵了 他老婆耳的尖 听这几个可能都没口的说 这怎么这么贵 走吧 但是已经把钱菜吃了 就敲敲就走了 你说这个闹语境也有意思 思敏安静是价钱买来的 安静里面有shame 他有阶级的成分在 很多地方 你为什么地方哪些区贵 就是数多人少 安静的区就贵 所以他这也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热闹 是我们平民百姓的权利 而且你知道 就是说作为我们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人口 的确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隐情 你知道吗 这种隐情到了一种 能够惊世的一种程度 就是说什么中国人勤劳勇敢什么的 我真没觉得 我觉得在历史上 我们中华民族的人 是有条件就可以放放纵的 甚至有条件 真不怕花钱 我就说我还有一个朋友 到日本东京 一个店 店里的衣服 就是说 他有点钱 他就说 他回来跟我说 他说 他说这日本人 可真行 够勤俭的 说我在那家店哪 我都买了六万块钱的衣服 他六万块钱衣服 这家店里 平均一件衣服 大概就是两三千块钱 不算贵也不算 你说的是 便宜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 当然不是日元 当然不是日元 他买六万 他说我才买六万块钱的东西 这个店主啊 出来要跟我合影 就是说 这个东西放在他店 可是对我这位朋友来说 他说买六万块钱 我就成了他们破纪录的了 后来他在他这个店 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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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 跟他讲啊 就是一般这个日本人啊 他说到这个店里买衣服 你这意味着什么呀 三千块钱 平均三千块钱一件 买了六万块钱 他买了多少件 买了二十件 他买的多 你不明白 就是一般人逛店 在一个店里 也就买一两件嘛 然后你就去另一个嘛 他就说 这老板就说 只有中国人 在这一个店里 好家伙买二十件这衣服 你没办法 就是 这个 中国 我听他们说过 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广东道的LV 一进去以后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三个不要 其他都要 轻轻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军你好闹还是好劲 我其实内心是一个逃兵 就是完全是跟大 要跟大众 要离开的 但是呢 另一面 我又非常关心公共事务 真的 就是 对对对 你看我做记者 分裂分裂分裂 但我想说 就是说 确实现在中国 中国游客是全世界 就是旅游经济的引擎嘛 这个是毫无疑问 全世界现在就是中国人在买 就在旅游 因为我们是在经济 在往上走嘛 其他地方 你看这个西方 基本上是在往下走 这个经济 所以很明显的 然后我就 而且中国人在外面买呀买呀 这种 这个举动啊 我觉得是可能 前三十年大家是穷怕了 还有一个确实是 对于富裕生活 有一些误解 我有时候跟那 就跟 就跟别的朋友聊 他们会觉得 比如说在 在国外的某一个人 稍微有一点点地位 或者是说 稍微还体面的 一个生活的人 他们就会想象 他会 住着很大的房子 或者开着非常好的车 或者是说 他自己还做饭吗 等等 他们会认为 就是说 如果你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 你就应该是一个 我说的宝庭有点 这个是什么 什么四起不情 你就什么都得人伺候 就那种 那种生活 其实 但是在国外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我有点钱 反而是要克制 自己不能去炫耀 很多地方是这样 那当然也有 像在美国 刚刚起来的时候 就New Rich的时候 也是蛮炫耀的嘛 但是慢慢慢慢地 到达一定的程度 他们就会觉得 炫耀是一种罪了 我老觉得 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审美有关系 就是我总觉得 甚至 有些人说的话 就很极端了 就是比如说 说我不相信 一个懂得美的 真正的审美高的官员 他能搞出 多么烂的市政建设了 其实我倒觉得 这也真还不一定 对吧 对 但是 但是呢 就是我老觉得 有人喜欢热闹 喜欢这种市井的气氛 这是很好的 但是呢 好像啊 我们现在也应该静一静 而且这个中国文化当中啊 它是有一种 幽静的美 你这个一直关联到你的消费行为 我认为你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诗 我们就知道 按说刚才讲唐朝人 好热闹 唐朝雄建 对吧 但是这就是唐朝诗人 王维的美啊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梵景 也有人说读 梵影入森林 覆照青台上 你看哎 能不能体验那么一种美 就说 不见人 但是他恰恰是用声音 来写这个安静 你听见人呢 说话的声音 正是因为听见人说话的声音 你才觉得 这个空山呢 哎呀 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就觉得 咱们在喜欢热闹之外 好像还可以开发一种啊 喜欢无人 喜欢僻静 不喜欢闹记 不喜欢旺记 而喜欢淡 我就是淡记旅游 我经常查呀 什么季节 它是淡记 我就去 徐老师挺有意思的 就是酒店有便宜 吃的有便宜 那儿有没人 其实 那个 那个 这是个诗人呢 坐在山里 这个境界 这是很美好 要是他开了个饭店 是个饭店老板 要出水马了 他就担心 但是另外一个境界 是我更佩服的 就是什么叫什么 人在闹市中啊 这个呢 听不到车马行 大爷要用言识 说老主席不是去闹市 心远 第一次篇 问君何能耳 心远 陶渊明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